每个人都有梦想 很多都需要用钱去实现 手上有多少钱 就决定有多少的选择 例如买楼、结婚、创业等等 大部分人表面上都知道理财的重要性 但是仍然都没有积极去行动 Tim 你觉得是什么令他们迟迟都不肯开始呢? 是的 清姐 不懂得投资、不够本金、怕输钱 这些都是经常听到的原因 资产是要好好运用和管理的 不去理财的话 财富是不会自己增加的 但是同时间的周边物价一直上升 过了几年后 同一笔钱就可能买回以前同一样东西 所以对抗通涨是重要的 是的 就算把资金放在银行 但是香港的存款利率 在2012至2021年过去十年之间 大部分时间利率都是偏低的 平均只有0.03% 除此之外 做定期也都要考虑到 个人的资金使用的灵活性 大多数人都只是依赖工作的收入来生活 但是如果失业那怎么办? 所以投资增值 累积财富 长线投资 才可以为投资者带来额外的收入 是的 达到财务之后 都是很多人的目标 想早些退休不用做的话 投资理财越早开始就越好 不过投资始终都是涉及风险 无论是投资新手 还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达人 记得要因应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和投资目标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 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栏 这句话相信大家都听得多 但是原来还有下半句 不要将鸡蛋放在太多个栏 Hidy 其实每一样投资都有独特的回报和风险 表现亦会因应经济周期各有所疑 要保障鸡蛋 可以用分散投资的管理风险 没错 清姐 投资者可以持有不同的货币 或者是同一产品 但是不同的发行期 亦都可以投资分布在多个国家的投资产品 不同投资市场的资产价值 有不同的表现 回报都不一样 藉着在不同资产类别的投资 你就可以设计出 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组合 普遍投资者都会认为 分散投资包含越多类别就越好 那当然不是 资产配置其实是一个建构投资组合的过程 利用不同的资产类别 比重等等 来建构组合 以平衡风险和回报 是的 分散投资就好像均衡饮食一样 五色蔬果各样有些 带给你健康的身体 投资都是一样 世界上没有投资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所以透过合式的分散策略 来减低风险才是明智 投资的时候 经常听到要低买高卖 如果有那么容易捞底的话 通街都是富豪 我们没有水晶球 想锁定买卖的时机 就要用大量的时间 去研究当前市场形势和经济趋势 Nick 你有没有试过成功捞底的经验呢? 清姐大部分的投资者 捞底7分靠彩数 3分才靠眼光 投资者其实可以运用平均成本法 无论在单位价格高或者低的时候 都以固定金额做定期的投资 相应买入较少或者较多的单位 一段时间后 买入的单位价格就会拉坏 长线来说 就可以抵御到投资市场的短期波动 减少大市上落带来的风险 但赚不赚到 最后都要视乎投资者卖出单位的价钱 没错 Tronic 平均成本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减少投资决策时间 和错误投资决定的风险 当然 它不是必胜法 如果资产价格长期走下坡 一样会有亏损 所以 选择好优质资产再持之以行 定期平均投资是很重要的 当拉云买入成本价 长线来说 就可以做到资本增值 用这个平均成本法去投资 同时间将资金分散投资 在不同的优质资产上面 就可以充分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当然 投资者还要定期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限制和所持有的投资组合作出相应的调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